美国总统乔·拜登3月21日在华盛顿特区 对摇滚巨星布鲁斯·斯普林斯丁说 有些人天生就是为跑步而生 同时为他颁发了国家艺术勋章 斯普林斯丁和其他演员、作家和歌手在白宫东听与拜登见面 他们在那里获得了国家艺术奖章或国家人文奖章 以表彰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贡献 当拜登向人群介绍作家科尔森·怀特海德时 他指出怀特海德的作品曾连续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并借机表达了拜登的雄心壮志 拜登说 我正在努力支持自己 拜登曾表示 他打算在2024年竞选连任 国家艺术奖章是美国政府授予艺术家和艺术赞助人的最高奖项 mamm0000 怒猛 汉先 按2017年竞选连任 这里 你 我也不知道 Lana 这 你 感谢观看